一笔财尽在运通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观破证 我是众多老师 今天大盘跌了143点 量2600亿 价跌量说其实一般来讲 都不是什么坏事情 那我们也看得出来 今天两市加起来 你看上市的还有五家涨停 上跪的流二十几家 表示说上跪的这一些小鬼 这个串起来 我这么讲好了 看起来就是一个短线的主流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说在这个地方 最高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要小心一点 我相信这些比较没什么 基本面的股票 突然间的起涨 它一定都有它一些背后 所比较特殊的意义在 在这边我要提醒大家 就说这些小型股 不管它短线是为了什么原因而涨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一旦大盘持续走路的时候 再怎么强的股票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 所以我今天测杯 测杯也股票也不写 我特别提醒大家 就说这个震荡格局主流不明 我指的主流是要有影响力 对指数有影响的 才能称的上是主流 那你说那些四级二十块的 它如何能够影响到大盘的指数 比较不可能 所以说我们要去观察 就是说当大盘出现 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要特别留意 所以我今天特别就是要跟他聊 这个提防大盘破线回档的问题 来 我们把图带过来好 在今天的传承稿 这是我今天传承稿上面的图 今天特别印出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会员的话直接看传承稿就好了 好不好 那这个图里面 我要告诉大家的几个重点 其实只有一个 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 就是这条线 其他的我不用什么去多讲 那这条线大家知道 这是从低档 从16000多点这边起涨以来 你看这条线经过几次的测试 一次 两次 三次 这边也稍微测试到 那现在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这条上升趋势线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都是有被经过测试过的 并没有跌破 可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我先跟他讲过了 我先跟他提醒 就是说今天我上节目 你看我的节目 我其实都有习惯性的预告给大家 就比如说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你要把握上个礼拜大盘反弹那两天 有什么股票你就尽量卖 尽量的卖 特别是那些涨不动的 一定务必要卖 那甚至于最高的 那些涨多的股票也要卖 你看像以我来讲的话 你看我今天 有没有看到今天12月20号 我们今天把资源给出清了 有没有看到建议定价233块 获利出清 获利出清 短波段的价差 光一张的资源 赚了58000多块 就是第一笔 就是我们的牡丹的部分 牡丹的部分 那全部这一趟资源操作下来一共赚了155块的价差 等一下来跟他做一个完整的报告 好 那为什么我要卖股票 我相信我今天卖股票一定很多人会认同的 你们可以看看今天有很多股票涨很多的 你看 哇 你看这家创伪 哇 你这家惊鸿 这几档股票不都是最近台面上 变变酒的股票吗 可是你看今天开高震荡 一路收低 几乎收到最低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就是说 大盘在这里 第一 追价量能不足 你想嘛 上个礼拜我是不是告诉郭大佳 上个礼拜的大盘虽然是收红 你看我们讲上个星期四跟星期五连续两天 你看一天3100一天3400 是啦 涨是有量 问题是这个量 如果要推升突破18000点的压力的话 肯定是不太够的 好 撇除量不去讲好了 主流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我不是说盘面上真的完全没有主流 而是这些主流 它对指数的贡献影响是很小的 包括钢铁股也是一样 我今天早上不是有讲吗 如果今天大家是很重视指数 比如说我们一定以指数为主 比如说大盘的指数涨 我们才要做股票的话 才买股票的话 那么你就要去留意那些带权值 带权重的股票最近在干什么 那这一些对指数影响很大的股票 如果普遍的面临到拉回 你可以想见得到 大盘短线要大涨是很难的 大家懂我意思了吧 你看以台积电来讲 半年线这边蹭了多久了 我不是说它会跌 但是不可否认的外资在卖 当美股持续走落 欧股持续走落的时候 我问你外资会不会把台积电当提款机 如果外资又把台积电当提款机 那你我问大家好 那台积电一下来对指数有没有影响 肯定会有 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说也许你会听到有的老师跟你讲 我们要中个股轻指数 这个论点也不错啦 如果都可以买到台面上的最强的股票 我会鼓鼓掌 不错 因为你几乎完全不屑看大盘 因为你中的是个股不中指数 但是这边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再怎么强的股票 都不可能永远逆势于大盘的 甘然一句话说 我相信当这条线被跌破的时候 大家可以等着看大盘会发生什么事情 肯定不会有好事发生的 大家懂了吧 所以你看我从上礼拜再提醒大家 大盘涨要做什么 卖股票 今天我还是站在卖方 大家懂了吧 虽然说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股票 包括像你看鸿康有没有涨 有 富鼎有没有涨 有 17221美匹马有没有涨 有 4739康普有没有涨 有 5425台半有没有涨 有 虽然跟他分享的这五档股票都有涨 那又如何 就没涨停板了 有涨 没有涨停板了 所以怎么讲 有时候稍微挑含自己也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都有涨 我今天早上讲得很清楚 今天大盘毕竟是大跌的 如果你今天看我的节目 买了这几档股票的话 也许今天没有什么大的报酬 但是至少这些股票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什么共同的特性 至少他们都还没有大涨 也正因为这些股票都还没有大涨 所以你看当大盘今天在大跌的时候 反而这些股票因为它还没涨够 因为还没有涨够 所以反而今天凸显了他们什么 稳定的价值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举凡任何的追高都有风险 我觉得这些股票我们刚刚讲那些几档 做做短线的价差无伤大洋 会不会有波段的利润 我觉得要看大盘 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跟他提醒这个重点 大家懂了吧 如果大盘很不幸的这条线 啵打出来 我建议大家多看扫作好不好 我只能点到为止 如果你不甘心多看扫作 老师不行 我一天没买过 我会睡不着 那我告诉大家 你还有个选择 对我做空 大家懂了吧 跟着我做空 怎么做呢 来 我们随便抓几只 我今天早上有点名的 记不记我今天早上 我跟大家点名什么 這支經驗 你看這個經驗 也算是我已經很早之前 都跟他提醒過的 那為什麼這個股票會給我點名 很簡單 我覺得股票 漲多了 就是一個最大的利空 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問題在於說 跌多升可以買 漲多少可以賣 可以空 這個就是一個難的地方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像以我來講 我在挑選那些做空的股票 有幾個原則 比如說高檔爆發量 集中鉤票 不是說一定該死 但是集中鉤票 一旦高檔爆發量完之後 通常短時間之內 要看到的大漲比較難 你看到它這邊有爆發量 對不對 為什麼這邊爆發量是漲 這邊爆發量是跌 為什麼 因為一個是起漲點爆發量 這邊是經過換手 一個是高檔爆發量 有人震盪出貨 那當然結果不一樣 這樣有了解嗎 好 再看笨一點的東西 我們看MACD的能量柱就知道了 這持續走空 所以你看到這個圖 我是截到12月13號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比較清楚 我們自己看這個能量 你看這個空方的能量 是在增加 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這個股票絕對還沒跌完 絕對還沒跌完 那我問大家好了 既然還沒跌完 那做什麼 做空 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看今天一樣9.03分的高速會員 經驗 形態轉落符合作空的要件 建議246 247 做空 246 27 今天經驗最高248 我今天不是要來炫耀說 哇 做老師你完了 今天又空在最高點 不是的 我也沒空在最高點 你看我今天致遠掛233出 我也沒賣在最高點 今天最高是不是234 我關233 當然因為它跌下來了 你會覺得說哇 做老師你怎麼這麼厲害 你怎麼知道233才賣掉 說真的我並不知道今天 致遠這些股票會殺尾盤 我並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第一 我認為大盤有拉回了疑慮 第二 我覺得這條線我盤是撐不住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站在賣方 這樣聽我嗎 這叫預防性 我問大家好了 最近很多人去打流感 為什麼你要打流感 因為擔心會感冒 這叫預防性 那為什麼大家去打肺炎的疫苗 可能因為我出國怕被傳染說我要去打 可能因為公司要求我要打 可能因為很多原因對不對 比如說我是做餐飲的我要打 這個預防性 但是不表示說你打了疫苗你一定會懶疫對不對 相對的也是一樣 做股票也是啊 當我發現到大盤有問題的時候 我在上週連續三天 我都覺得我自己很煩 我連續三天提醒大家 反彈賣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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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自己也在賣 包括今天還在賣啊 我今天是不是把資源出掉 出掉沒大金 我還去做空經驗 有沒有看到 還空在像今天的糕點 空完之後尾盤打下來 我們在尾盤的時候掛238當初回補 今天經驗沒多啦 9塊錢再加差 這樣懂了吧 為什麼我要去做空它 我理由講得很清楚的嘛 第一 畢竟漲多了 高檔爆量 再來型態結構都非常的弱 還有最重要的還是因為 考量到大盤有拉回的疑慮 我相信當大盤拉回的時候 再強的股票絕對都動不掉了 不信我們等著來看 不信在等來看 我相信我縱使不可能天天都對 我也不可能天天錯嘛 你看這一波以來 我從16000天告訴大家 搖子18000到現在 有錯過嗎 大家去思考嘛 好 那既然這些股票漲多了 有拉回的疑慮 是不是符合了我講的 漲多的去短空它 我覺得我這兩天暫時不想去跟他聊這個 買做多的部分 因為我怕會誤導大家 不要以為說今天看到美其馬漲 康普漲 台辦漲 副庭漲 哇 好像就是我是全力看好做多的 沒有 大家不要誤會 有些股票因為我在節目上分享過 我只是做個提醒 讓你們知道說 如果你真的要買 假設你真的打死不做空 你就是很堅持一定只做多的投資朋友 那麼你要買股票 好打也去買這種拉回整理價穩量說 還沒有大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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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會比較安全 也許不會漲停板 也許不會飆漲 也許不會像智原一樣 哇 這麼威猛 它是至少你看 在今天大盤大跌的情況之下 你看 這個黑股票 每次都搶搶滾吧 都是紅的吧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可以接受 最好是所告訴你的 多空雙向操作 又能做多又能做空的話 那我相信 今天不用我多講了吧 對不對 這不用我多講了吧 還有包括今天很多股票 你看幾乎震盪走到收最低 你看像金鴻中走勢 基本上跟智原創圍 根本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那既然這些漲多的股票 漲多的股票有疑慮 那我問大家好了 追 能追嗎 肯定不行嘛 那怎麼辦 看它不順眼那就做空 也可以 但是空要空的有技巧 要空的有技巧 我們就以金鴻為例就好了 你看第一 為什麼金鴻我認為可以空 高檔量價背禮 好 再來我也給它那條線 你看這條線跟大盤幾乎一模一樣 表示說這一波大盤大漲 跟金鴻它是有絕對的關係 他們發現到形態結構非常非常的類似 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這一波大盤之所以可以 攻上一萬七千八百多點 我們算一萬八好了 類似像金鴻這種股票功不可沒 我講真的 沒陰就沒緊要在大盤 這樣知道嗎 可是再好的股票 對不對 替拍身體也有可能會吃到下油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所以類似這樣子的股票 一旦它出現所謂的高檔背禮 漲不動的時候 那當然這種股票 手上有的一定要先賣掉 就要比如說我今天為什麼賣資源 我上個禮拜是不是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資源 如果你是我的 如果是我 我一定站在賣一包 為什麼 你看上個星期有幾萬 十萬張啊 可能你會覺得說做事情 為什麼不上個禮拜賣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 收完盤的十萬張 到盤中當下怎麼會知道啊 這個量也要等到收完盤才知道 那天十萬幾點而已 所以今天我跟你講 我二話不說一開盤 一開高就要給他出去了 給他就不要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選在高檔報代量賣股票 大家還不了解嗎 第一 我們不要去賭說 到底是不是主力出貨嘛 但是這就是一個 做股票的什麼 原則啊 封低卡會佈局 我有沒有做到 有啊 呆會員在175 176 逢低卡會佈局啊 做對順勢加碼 有沒有 有啊 你看該加碼就加碼 你看該當充就當充嘛 對不對 再來當天有賺是不是就充掉 逢壓力就減倉 有啊 包大量就出場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喔 按照我所給大家的這 操作策略五大步驟 你看 漢遜我也是這麼做 資源也是這麼做 包括上個月好幾檔股票 我也是這麼做 有機會再跟他聊好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金鴻 這樣大家懂得吧 買股票有所原則 空股票也是有所堅持啊 像這種高檔背禮 根本沒有追價買盤的股票 那當然啊 任何反彈接什麼 賣點啊 也是空點 所以你看喔 當你看到今天的金鴻 開高的時候 這種走勢跟資源一模一樣的時候 我賣資源 我手上沒有金鴻 但是我可不可以空金鴻 可以啊 他融資使用率這麼高 一定有眷額嘛 就把它扛下去啊 對不對 來 金鴻高檔背禮確定 符合做空的要件 空手建議282 283 有沒有看到 今天最高多少 285 我沒空到最高點 但是我覺得空283 284還可以啦 空完之後你看 金鴻是不是幾乎震盪收吹低 掛價定價多少 263 把它回補掉 你看光今天空金鴻的滿CALL 連同剛剛的經驗高情CALL 29000塊 誰說做空不能當充的 還是可以啊 尤其當大盤最近比較偏向震盪 格局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邊 做多不是不好 要選對股票 那那些漲多的 已經露出敗向的股票 對不對 當然啦 我覺得拿來做空 也是非常的恰當 非常的恰大好處 大家懂了吧 這就是我要跟他提到的 就是說 現階段來講的話 什麼是最好的策略 我們也不要做死多頭 也不是做死空頭 我們就在這個多空雙贏 這樣懂吧 漲多的 站在空方 跌深的 當然啦 有好的股票 我會持續的分享 所以你看我今天分享的那五檔股票 鴻康 美其馬這些是不是今天漲 你看 沒錯吧 那你看我點名要做空的今天這些 是不是大跌 是不是多空雙贏 是不是多空雙贏 這就是什麼 現階段我要給大家一個最好的建議 還有操作建議 好了 那我們等一下要回來跟他聊什麼 來 我等一下來跟他聊這個 如何才能將獲利最大化 很多投資朋友 我覺得很可惜啦 其實都會買到很不錯的股票 可是為什麼賺的都不多 就是因為他們 有些步驟他們是忽略沒有去做的 所以他會賺的很少 我們等一下回來聊好不好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感謝有您18年來的長期支持 感謝有您18年來的見證獲利 感謝有您18年來的一路同行 成通頭顧的生日就是感恩會員日 特別為您獻上最大的感恩入會禮 今天入會一日給您 一八折 一八折 就是一八折 舒服專線 022752 5868 022752 5868 錯過本檔 機會不再 成通頭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成通頭顧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投付 值得托付 022752 5868 2752 5868 資源循環 深深不息 資源循環 深深不息 我相信每個人 這一生做股票 一定都有買到 很強很強的股票 但是你現在回頭去 看有沒有發現到 我雖然會買到 但是都沒賺了這麼多 為什麼 第一 要不然買太少 不敢買 要不然是什麼 最主要都是因為不敢加 所以在這邊 我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說 什麼叫順勢操作 其實順勢操作 就像開車一樣 你今天從高雄 要往北開 開到台北 你總不能逆向吧 你說中間停下來 上個休息站 吃個飯 對不對 喝個飲料 上一趟廁所 這都可以理解的 就很像坐當衝的概念 對不對 可是你的終點站是在哪裡 到台北 所以你應該要順勢 懂嗎 如果你中間下交流道 你去走省道 我跟你講 你的時間會拖很久 這道理大家應該在懂吧 對不對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走省道 我可不可以走線道 慢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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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到台北 也可以 但是你會發現到 你速度就會差很多 所以所謂的順勢操作 其實跟開車上高速公路的道理 是一樣 當然你體力好的人 可以從高雄撿到台北 完全中間不用休息 那畢竟是少數 對不對 只有職業的那一些開貨車的 才有可能有這個本事 一般的人沒辦法的 都還是要稍微休息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順勢操作 簡單來講 就是順一個方向去操作 所以你看 當我在節目上跟大家公開 分享致遠的時候 我問大家好 那個時候的致遠大漲了沒有 阿伯阿伯嘛 對不對 還沒突破前面的高點 可是為什麼 我們就這邊開始先逢低布局 你看我12月8號公開了 但是你看我12月7號這邊 就提早一天布局 對不對 175 176 有沒有看到175 176 可是你看很多投資朋友 就很可惜就是說 明明知道這個股票會漲 會標 但是你看 他就只顧守在這一筆單 如果他按照我的指示 你看181這邊買 192也買 187這邊也有買 你看如果按照我的操作 每一筆都做的話 來 你們看 如果你都不做短線 也不當充 12月7號175買進之後 一直到12月20號233出廠 一張價差5萬8 投報率 報酬率 百分之33 但是你如果按照 我給你的短線的價差 當充一併操作的話 恭喜你價差累積155元 報酬率89% 差了將近2.7倍 也接近3倍 差3倍 你知道嗎 大家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 今天順勢操作的重點 不是說你今天在底部中壓 當然你也可以說 好 一邊再加下去 幾千塊加下去 在170元買資源 問題是敢這麼做的人不多吧 對不對 敢這麼做的人畢竟不多 大家還是會半遲疑說 我先買幾張 我先買幾張 結果你那種先買幾張 結果忽略掉 結果當股票漲上去之後 你就忽略掉 原來老師有叫我要加碼 我都沒有加碼 我們先不考慮你有沒有當充 即使你都不當充 你稍微加碼 對不對 哪怕按指令 幾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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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張幾張幾張 你看 我相信這個報酬率 也非常的可觀 大家懂這個意思了吧 所以我們做股票 一直在強調 何謂獲利最大化 今天不是說 我今天看完哪一檔股票 重壓加下去 算什麼加下去 這叫獲利最大化 萬一錯了 你說那些套200塊的 長榮的人獲利最大化嗎 肯定不行了 你買了200塊 後來只掉只剩80幾 我問你 你還獲利最大化 你哭都哭死 對不對 不是這麼做股票的 股票不是這樣做的 做股票的重點就在於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 順那個勢 順那個勢 你知道嗎 就像打太極一樣 對不對 以樓克剛 對不對 好 這個有機會再跟大家聊好了 反正大家懂我的意思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認同我 你也覺得說 按照做好事這種做法 可以把整個操作 獲利最大化的話 我相信 跟上我的腳步 你絕對不會後悔的 我今天也提醒大家了 堤防大盤 跌破上升趨勢線 當然今天給大家做個提醒 也不是要潑大人水 畢竟現在的大盤 它的確是有操作難度的 這個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所以我這邊會提醒大家就是說 在大盤整個主流趨勢 還沒有很明確之前 你不要放棄做空 也不要放棄做空 當然有些低階的股票 不錯的 我還是會提醒可以買 所以來 剛好 這個遇到我們整個 陳通18周年慶 特別推出一個感恩的一個回饋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的 都非常歡迎你 播到我們線上的資訊專線 那當然你有任何不了解的 你想要知道一些 比如說你要問我股票 也非常歡迎 你可以掃碼 加入說法師的粉絲團 可以從這個粉絲團上面 來進行一個股票的提問 我也會親自給你做個回答 好啦 那今天節目為大家進行到這邊 有任何不清楚的 也非常歡迎你 播到我們線上的專線 節目最後 宇竹說的投資朋友 超人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屠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現在像Youtube運通財經台 人好時間 人好地點 聽到哪裡 看到 Youtube日四點鐘 線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師精準凡事解析 隨算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不關系 跟妳安賴在一起 城東投顧週年慶典 重量 回饋出擊 感謝 再感謝 城東投顧不負重量 再創家機 感謝有您18年來的長期支持 感謝有您18年來的見證獲利 感謝有您18年來的一路同行 城東投顧的生日就是感恩會員日 特別為您獻上最大的感恩入會禮 今天入會一日給您 18折 18折 就是18折 舒服專線 022752 5868 022752 5868 抽獲本檔 機會不再 城東投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